4月18号 行乐德国汽车设计与音乐主题展 于上海汽车博物馆正式开幕 作为上海汽车博物馆 异动跨界系列2019年度的首个主题展览 该展览也是德国艺术家劳夫·艾伯特 在中国的首次展览 展览展出艺术家二十幅拼接设计作品 及博物馆典藏古董车 以前所未有的形态构思 让德国汽车设计与古典音乐水乳交融 行之所至 谱写一个机械美与音乐美永恒交织的世界 此次展览特别获得艺术家授权 展出他将古典乐曲与汽车轰鸣等独特声音 结合而创作的音乐作品 观众在欣赏艺术作品的同时 也可以戴上耳机 倾听来自古典音乐大师贝多芬·巴赫·莫扎特的动人旋律 从视觉 听觉 感官等全方位角度欣赏展览 获得独特新奇的跨界观展体验